营长史恒峰啊 派了一个传令兵就是那个叫赖森 希望他能怎样传令给对方的连长知道 因为当时候通讯中断 你要怎么指挥交通要靠传令嘛 那当然通讯不坏 所以他就凭了一把卡冰枪 一把枪 帽子枪临弹雨 他就请他叫他们说啊 你跟他们转告我的意思 叫他们要沉着运战 攻击敌人 营长必来救我 你安抚军心 他请对方的那个阿兵哥不要紧张 营长 我知道通讯坏了 可是我会来救你 所以他凭了 帽子枪临弹雨完成这个任务 那刚好这种我落成 我们长官就叫这个小兵来 我举光楼三个字不是长官写的 是要给这个小兵写 他有什么用意 他是有一个很深的含义哦 他说 你能哪一个来金门当兵的阿兵哥 不要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小的螺丝钉 国家有需要你的时候 你做出贡献 我就让你在历史上 你曾经来说